iii 等一下我們要把他給拆了是不是 呵呵呵 這個有異音 這個人的那個甚麼腦袋有異音 我們就把它拆了 功道架八萬一 謝謝不送 手眼...手腳眼都沒了 手眼沒有了嗎 可是這樣怎麼還靠得住啊 他手沒有的話怎麼靠得住 M的剛剛晚上好好玩 啊 彎 Fuck Fuck 1 不要 喔 鄭重紅心 為什麼 我明明只是希望有人愛我 GG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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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And3 什麼鬼啦 這什麼情況 他沒有搞結局嗎 可能說我們不應該逃到那邊 欸?這什麼 切到一半的菜只有這個嗎 無法生活 所以這邊有新的東西囉 喔 櫃子放了一隻鐵匣 這個有鐵匣了 讚讚讚 那我們可以去拿那個鑰匙了 是鑰匙吧 馬桶裡面的 有一把鑰匙 剩發惡兜的鑰匙 這邊是各種樂譜 喔 這裡啦 好小鑰匙 感覺不是要來開門 小巧鑰匙 卡 我超老飯店 這正好是辦公室啊 哪裡像辦公室啊 我卡老飯店 打開了 侵犯他的隱私沒關係 今天的練習還是一樣累人 明明我對音樂一點興趣都沒有 但我的想法對他們來說 好像一點都不重要 那像什麼? 我不知道啊 我今天怎麼看得不像辦公室啊 辦公室會用那麼豪華大椅子嗎 我還以為是皇宮欸 之前的 志祺跟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樣 大家都不停稱讚我 我覺得我根本就只是他們用來炫耀的道具 好羨慕哥哥 羨慕哥哥 遊戲跟剛剛那個人是兄弟喔 雖然大家都說我比哥哥還要出色 說我比哥哥還要有才華 但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昨天不小心看到哥哥的日記 哥哥似乎一直很羨慕我 明明我才一直羨慕著哥哥 真是諷刺 快要受不了這種生活了 不想再繼續這種被人利用的日子 我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啊 最近哥哥似乎要跟媽媽說什麼 但卻被打了 所以我又好像流血 明明就是這樣的媽媽 為什麼還要總是想討好 哥哥最近變得很奇怪 常常一個人窩窩在房間裡自己言之語 不知道到底怎麼了 准人變了 以前的他雖然有點膽小 但也算是開朗的人 最近我完全沒看到他笑過 准人 他有哥哥嗎 為什麼突然改寫著名字了呢 准人的精神似乎越來越不正常了 但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應該說他們根本沒有在注意准人 准人可以利用 蛤 果然 計畫成功了 我終於自由了 我終於能夠自己想過的生活了 准人每天都纏著我 煩死 所以我給了他一點建議 好不容易得到自由 我可不想被他毀了 准人似乎很煩惱 不過也是啦 現在這種邊界的做法本來就很難被人接受 為了不陪他糾纏 我得想個解決辦法 准人為了不讓他們逃跑而把大門的所破壞了 但他似乎有秘密通道能出去 卻不告訴我 這樣我不是也被他關起來了嗎 該死 該死該死該死 這算什麼自由 早知道會這樣 計畫完成師就該把他殺了 該死 我得想個辦法才行 夾雷封信 哥哥准人一點天分都沒有 不管交多少次都交不會 以後就隨便他想做什麼就好 就做什麼吧 只要當我們只有遊戲這個孩子就好了 所以遊戲跟准人兄弟 你真的是遊戲 你真的是兄弟耶 呵呵呵 這門是去遊戲的 遊戲是主謀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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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都在我遇到當中啊 感覺我還滿聰明的嘛 可是 那我們要怎麼判定准人還活著呢 不是遊戲啦 遊戲還活著 跳下去 所以會把花朵壓壞 應該代表他體重也不輕喔 打不開 深處是會有什麼 有人在裡面耶 散錄文件 性別女 年齡15 車禍時頭部受到撞擊 急救後無生命危險 但留下了後遺症 雙親皆在車禍中上面 並無其他親戚 出院後將送到孤兒院 閱讀和對話沒有影響 但關於事件和之後的事就沒有記憶了 誰不會把花壓壞 那麼輕鬥壓不壞 應該是紙片嗎 欸 有一個洞 我不想死 誰想死 幹你跟我講 找一個想死人 條件是在音樂廳找鑰匙時候 順便找到另外一樣道具 音樂廳找鑰匙的時候 順便找另外... 那很前面耶 音樂廳在很前面耶 真假的 喔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 那個一...一吹... 不是一吹... 他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遊戲 他那時候已經死掉了喔 他那時候已經掛掉了是不是 有把小刀 有喔 有找到喔 吹丟喔 吹丟喔 漂亮喔 好 那我們就可以那個 可以出發了 他不是有正確的...有啊 可是他只有...我只有看到他說什麼 一吹活著 不是一吹... 那個誰 遊戲活著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到遊戲活著啊 欸 遊戲不見了 可是他說森畜裡面似乎有什麼 遊戲屍體不見了喔 我一想到把手伸進去裡面拿 我就覺得感到很害怕 說實在的 因為我覺得... 好恐怖喔 因為想真的覺得好毛喔 把手伸進去馬桶裡 靠 靠 好恐怖喔 動手 搞不好等一下那個遊戲會來英雄救美 救他出去 蛤?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看 小儀翠 蛤? 蛤? 遊戲這個 拆信到扔了出去 謝了 騎士啦 蛤? 要哈 只知道蛇好出來 老實來摔不到 蛤 你 砰 哈哈哈哈哈哈 小儀翠...你沒事吧 我沒事 那就好啊 遊戲冷色沒事吧 我覺得你所看到的很好喔 太好了 發生好多事,都結束了真的太好了 小玉翠快幫我幹 小玉翠,你做了什麼打算嗎?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既然如此,要不要跟我在這裡一起生活呢? 欸?你幹嘛?放了你去死啦 你也不知道要去哪裡,那麼留在這裡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吧? 而且我也會留在這裡喔 嗯,說的也是,我也想跟游熙一起生活 能跟小玉翠在一起我也很高興喔 再說,有點害羞欸 今天要請多指教了,游熙 嗯,也有請你多指教了,小玉翠 本來是變態大叔 果然是變態大叔,被我抓到了齁 計畫通 看完那個日記,再看他這個行為 哇塞 真的是 嘖嘖嘖嘖 我覺得不行 實在是太噁心了 他們真的在那邊 喔,這是他們調查的過程啊 And4 等一下我們現在要玩And5 為什麼你的手要擋就是他的 面前呢 啊,神獸紀錄 有些需要大的熱狗 蠢人可以利用 為什麼 人家只是想要自由而已 要給我自由奔放的熱狗 為什麼他還要把他丟給他啊 真的是 唉唷,仔細看 仔細看遊戲是在笑耶 要是你還沒問題就不是這種結果了 再見了 損人 小玉翠你沒事吧 沒事 太好了 嗯? 你怎麼了 你那是因為他在你面前 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他其實是你哥哥對吧 欸 嗯 這樣啊,你看到了對吧 我的日記 我還特地上了手呢 沒想到還是被你看到了 所以這一切都是你計畫好的嗎 不管是他綁架我的事 不然或是你殺了他的事 嗯?沒錯啊 哈哈哈哈 不得不說 雖然我設想了很多狀況 不必你發現我的計畫 問題是意料之味呢 但是 這裡小失誤是無聲帶雅的 咦? 因為 你什麼都不會記得 哈哈哈哈 重新輪回 後遺症你太嚴重了 這裡是哪裡 陽光照亮的外面的景色 下方有一個花園 一吹的日記 我是一吹,患有失憶症 記憶每天都會重置 所以從今天開始記錄每一天發生的事 父母在車禍中上面 而我則得到失憶症 為了讓我安穩的生活 所以我和哥哥遊戲兩個一起 坐在森林裡的別墅 叛笑耶 哥哥今天在外面的花圃 種了我最喜歡的 薔薇 從窗戶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一整片花海 這棟別墅有個放著鋼琴的房間 哥哥說是因為父母是音樂家 雖然哥哥彈琴彈得很好 但好像不是很有趣 興趣 這別墅有很多房間 還有一個像迷宮的地下室 有一次在裡面 迷路是哥哥把我帶出來的 那你在裡面經過多少年啦 遊戲 哥哥 怎麼先出去看看吧 太笑了耶 放著你的衣服 你怎麼那麼賭定那是你的衣服 鎖住了 這邊還是哈姆雷特狀態 這邊還是哈姆雷特狀態 哈哈哈哈哈哈 日記上有寫 原來是這樣啊 對不起喔 那個不記得你 不用在意 一直都是這樣過來的 我已經習慣了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遊戲會說 他是他的老公 會故意看著說 其實我是你的老公 然後之前是說兄弟是要騙你的 這是為了不讓你自責 還好沒有 別人真的站著 快去吃早餐吧 要再不吃要冷掉了 恩謝謝 不用哭氣 Gaad 好黑啊 過幾年 過幾年成你那邊老公了 喔是因為還沒成年是不是 哈哈哈哈 原來是因為還沒成年的關係啊 也對阿 有法律上的責任嘛 可是他們在外面應該還好吧 他是妹妹跟妹妹跟興奮 true end 這是一個釣手娃娃的概念嗎 哈哈哈哈 中間的輪舞曲 不但一直輪回 那個輪回的那個舞曲 難怪他背景 他那個是一個有點類似釣線娃娃的感覺 墨娃娃 難怪喔 喔 原來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OK 那我們中間的輪舞曲到這邊結束啦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我們下班了 在下班 後,我們在下班 開來見 說過 我們下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